娱乐圈的男星千变万花 基本上每一个少女的心目中都会住着一个爱斗 那么有钱又有颜值的男星谁能不爱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隐形富豪王一博 三年分红4.6亿 却依旧在北京租房住 作为饭圈演技派的领军人物 几乎每次上个搜 粉丝们都欢天喜地 因为这代表哥哥的流量实力 也正是这样才能体现哥哥的才华 相比于动不动花上一元买房子的明星 王一博的出租房就显得十分简陋无比 客厅内不仅没有过多的装饰 也只有简单的沙发和茶几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和我们一样 都是月薪四千的打工人呢 但如果你这样想那可就太天真了 今日某权威媒体披露 王一博三年为公司营收事个多亿 自身所得的财富也是不少的 光价里一块表的价格 就高达1.17元人民币 怎么样听后是不是瞬间精神了 别人的21岁轻轻松松带着劳力士 我们的21岁累死累活般砖 还挣不到这块表的零头 羡慕的泪水从嘴角中流出 话不多说我们精彩继续 同时王一博作为一个专业的摩托车手 对于摩托车头盔的收藏 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 平日里十分高冷的王一博 只要朋友问起这些头盔的来历和价格 必定都会喜笑颜开的讲述 而家里的这些头盔 大多都是限量版 一个差不多十万左右 果真是有钱人的爱好 我们高攀不起 当然这一切成功的背后 还是离不开王一博自身努力的 在湖南跨年晚会上 其他艺人担心翻车都选择对口型 只有王一博坚持争吵 在天天向上做主持的那几年 王一博虽然话很少 但每次开场舞都会认真对待 并且每次的反响还挺不错 终于王一博的实力被众人看到 受邀成了创造101的导师 同年陈情令播出 王一博瞬间成为了当红小生 随后也成功登上了央视春晚 现如今王一博已成为 商业价值极高的顶流明星 光代言加起来就多打36个 这难道还愁挣不到钱吗 更值得一提的是 康师傅冰红茶官宣 王一博为代言人的一个小时内 其销量就高达20万还多 最终总销售额更是突破了300万打官 这真的不得不让人震撼 王一博的号召力实在是太大了 虽然说王一博的学历并不是很高 但是他凭借自身过瘾的业务能力 获得了无数人的欢迎 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还有见识不得不说 当时金星当着汪涵的面 吐槽王一博没有代表做事 汪涵立马忽读自尸的回对金星 汪涵让所有人知道了 什么是明目张胆的偏爱 不仅如此 王一博生日那天 汪涵不仅亲自为他竹长寿命 还做了他最爱的竹友肩带 甚至会带着妻子一起去 街舞三的总决赛现场 为王一博现场加油打击 所以说王一博的成功也并非手然的 再看了一下他的成长经历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心有多善 从低谷走来的他不忘初心 时时刻刻想着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河南发生水灾事 王一博不仅捐款捐物 还亲自到现场支援上海疫情 王一博在捐赠防御物资的时候 对待所谓磨面的普通人 王一博也同样暖心十足 早年王一博再敢行程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龙亚人询问路线 他当即停下脚步 耐心地给龙亚人指路 并在龙亚人询问 能不能给自己送一句祝福时 暖心写下加油两字 事后王一博才知道 并没有所谓的龙亚人 那只是一档节目的测试 王一博是被暗访的其中一个 但却是唯一一位愿意停下来指路的 这样问哪又善良的王一博谁能不爱呢 当然除了这些 王一博还有个鞋圈财神也的外号 在某种搜索春晚舞台 便会谈出许多明星铜款 从付款人数不难看出 其中王一博铜款的一双鞋 竟然有高达两万人购买了铜款 从此之后 朋友圈的鞋贩子对王一博的穿搭 可谓是十分关注 只因在王一博上台的几分钟 他所穿的鞋价格直接翻了三倍 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万多块钱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带货大王 而他之所以花钱这么嚣张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圈内隐形富豪 在月华提交的上市申请书中就可见 一般为了保护一人的隐私 六环供应商代至旗下一人 其中一个名为供应商的流水金额 格外引人瞩目 从2019年至2021年 月华分别向他支付了3.27万元 1.33亿元 3.02亿元 仅三年的金额就高达4.667亿元 是不是也不很难猜出这个供应商的名字 王一博11岁就开始学习舞蹈 13岁就已经被杜华挖掘出来 被送到了泡菜国的一个公司培养 自此就正式的开启了 长达4年的练习生生活 17岁才算是正式的出道了 19岁那一年开始 正式的以主持人身份 主持综艺节目天天向上 21岁开始就以创造101道士的身份亮相 22岁时凭借陈情令的播出而大获 这些都是在王一博一夜爆火之后 才被网友们注意到的事情 杜华亲自带着媒体 揭灭了王一博成名的念慕 并表示王一博之所以能够一夜爆火 是因为他折服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才将自己的本领展示到了观众的面前 很多人都觉得王一博的现在非常的好 但是唯独大张伟会说一句 是用童年的快乐换来的 由此可见 成功的背后都是无尽的心酸 如今的王一博还是20多岁的少年 却已经经历过嘀咕 锻炼出了一颗强大的心脏 相信未来的他也一定会发光发热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隐形富豪王一博三年分红4.6亿 却依旧在北京租房住 不料一只手表暴露他真实财产情况 娱乐圈在某屋中搜索春晚舞台 便会弹出许多明星铜款 从付款人数不难看出 其中王一博铜款的一双鞋 竟有两万人购买了同款 从此之后 朋友圈的鞋贩子对于王一博的穿搭 可谓是十分关注 只因在王一博上台的几分钟里 他所穿的鞋价格直接翻了三倍 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万多块钱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带货大王 而他之所以花钱这么嚣张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圈内隐形富豪 在月华提交的上市申请书中 就可见一斑 为了保护一人的隐私 月华用供应商代指旗下一人 其中一个名为供应商逼的流水金额 格外引人瞩目 从2019年至2021年 月华分别向他支付了3227万元 1.33亿元 3.02亿元 仅三年的金额就高达4.667亿元 据粉丝大V爆料说 这个供应商其实就是王一博 2019年王一博凭陈情令走红 收入开始了大幅度上升 直到2021年呈井喷式的发展 不光综艺影视作品接到手软 仅是他目前手中的代言就高达33个 怪不得能够迅速挤身一线明星之列 就商业价值而言 多少明星这辈子都追不上 但可别看王一博现在风光无限 在他还没红时 也曾多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倒追富家女齐美和惨遭嫌弃 被陈飞宇公开嘲笑腿短 王一博一箩筐的黑料各个劲爆 2019年 一条陈飞宇点赞的王一博黑图的消息 迅速冲上热搜 该博主附上两组王一博精修图和黑图进行对比 并配闻王一博的战姐真的太神仙了 遇到这样的粉丝实属三生有幸 没曾想我们5G冲浪的阿瑟看到后光速点赞 无疑是为平静的内鱼激起了一记惊涛骇浪 双方粉丝迅速交战开炮 都秉持着要为自家哥哥讨个公道的精神敲响手中的键盘 眼看着此事愈演愈烈 高居热搜榜首 陈飞宇只好亲自下场解释都怪手滑惹的祸 不过王一博的粉丝们可不吃他这套 要知道放出图的黑粉压根没有多少粉丝量 根本不足以被在首页看到 唯一的解释就是陈飞宇去到黑粉主页故意点赞 从此两家粉丝算是结下了梁子 不管干什么都会暗暗较劲 前脚王一博刚出演陈情令爆火 后脚陈飞宇就接下浩一行 估计阿瑟也没想到他的星图如此不顺 浩一行刚杀青没多久就赶上了清朗行动 以至于这部电视剧积压到了现在迟迟未播 不过在圈内还流传着一种说法 陈飞宇之所以针对王一博 主要是因为附加千金齐美和的缘故 齐美和父亲是要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要知道要来可是宾利兰博基尼国内唯一的代理商 更是宾利全球销量第一的代理商 不仅如此 齐美和父亲还和成龙一起开了要来成龙国际影城 让年仅十岁的齐美和得以和成龙登台合唱 而陈飞宇则和齐美和是青梅竹马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齐美和一直把陈飞宇当作哥哥看待 可就是这样一个小迷妹竟然和王一博传出了绯闻 有网友在八尘情令花絮时 发现王一博在休息时间翻看齐美和照片 为了力政两人之间必然有联系 这名网友还晒出了齐美和此前发布的这张照片 对比王一博手机画质相似度几乎是百分之百 唯一不一样的是 齐美和晒出的照片用一个卡通贴纸挡住了胸口 而王一博观看的则没有 也就是说王一博不仅有齐美和的联系方式 还能观看他的照片原图 一时激起千层浪 无数网友纷纷晒出曾经拍到王一博和齐美和相恋证据 有人曾拍到两人在珠海一同牵手游玩 还有人爆出2020年情人节 齐美和曾去西双版纳探班王一博 两人入住同一家酒店 还有两人的社交软件中 多次有情侣款出现 就连鞋上的瑕疵也一模一样 面对铁证如山 月华失口否认 甚至一年内连发两封声明澄清绝无此事 眼看着舆论即将平息 网友们再度扒出来王一博坐飞机时 与微信上的一个女孩相谈甚欢 根据女孩头像以及内容来看 确定就是齐美和 无奈之下月华只得再度下场澄清 但此时的网友早就学聪明了 根本不买账 无论怎么解释 在吃瓜群众眼中 博美CP比钻石还真 不过此时的王一博并没有出面澄清绯闻 因为他遇到了另一桩棘手的难题 初中学历被迫下岗 文盲人设成为笑柄 接连熬到对家运气爆棚 王一博凭什么能打好翻身仗 2019年末 湖南广电收到大量投诉信 热心市民纷纷举报 天天兄弟中的王一博是无正上岗 就在此时大家才纷纷意识到 原来王一博只有初中学历 而我国对于主持人的学历要求 则是全日制本科 特别优秀的可以放宽到大专 很明显王一博一个也不符合 众目睽睽之下 湖南广电只好严肃调查此事 结果不出所料 官方回应表示此情况属实 已要求湖南卫视的节目整改 而王一博天天向上主持人的身份 也惨遭降级变为助理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 也纷纷给王一博起了一个 酒漏鱼的外号 讽刺他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王一博出道窜红 让许多圈里人眼红不已 于是一些别家粉丝 在此时别有用心 拔出来王一博更多文盲事件 比如蓝色的蓝不会写 游泳的游不会写 也被他当成鼠标店置之不理 不仅如此 王一博在转发天天向上的官微时 公然表示湖南是个城市 网友们在满脑袋问号的同时 对他嘲笑的声音更大 低学历是王一博无法避免的硬伤 但究其根本与公司也不无关系 当年还在上初二的王一博 因为街舞跳得好被乐华签约 恰逢青春期的叛逆 王一博正是与义务教育脱轨 至于初中到底上没上完 也不得而知 进入乐华后 他被送去韩国做练习生 虽说在韩国进入首尔汉林艺术高中上学 但这个学历并不被中国教育部所承认 所以王一博的学历永久地停留在了初中 不过他舍弃受教育的机会 换来的是在韩国出道成为明星 2014年 王一博作为UniQ组合成员 在韩国出道舞台演艺首之单曲 一个月后就摘得爱奇艺颁发的 最具期待组合 而王一博也顺利得到 进入天天向上主持的机会 直到此时 他还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陈情令的播出 让他一个夏天收获千万粉丝 而博军一销热门CP 更是将他和肖战牢牢捆绑在一起 不过两人越来越火 资源利益难免发生冲突 就在此时 席卷全网的227事件爆发 肖战及其粉丝元气大伤 直到一年后才得以活跃于大众面前 而王一博不仅全身而退 反倒又凭借爱国人设收获一批迷妹 起因是在韩国的一次采访中 王一博被主持人误认为是韩国人 听见此话的王一博皱起眉头 迅速澄清自己是中国人 对于嘲讽他学历低的声音 也逐渐消失 看来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爆火的是谁 翻车的又是谁